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开心 日本41岁儿科医生圣田大介 因被诊断出无经症 自觉无法让女友幸福 于是忍痛提出分手 然而女友没有放弃这段感情 坚持跟她结婚 更名言不要擅自决定我的幸福 最终女方透过圣田大介73岁父亲的精子 成功怀孕 如今夫妇育有两名孩子 生活幸福美满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41岁儿科医生圣田大介 与身为护士的妙子于医院认识 即后发展成为情侣 更认定对方是人生伴侣 可是命运弄人 患有白血症的圣田大介仪 因治疗副作用导致患无经症 意味他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 由于妙子很喜爱小孩 圣田大介得息检查结果后相当痛苦 流泪向妙子提出分手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开心幸福 我被诊断出无经症 不能让喜欢孩子的你抱抱孩子 不过妙子未有答应分手 更强调 最重要是两人在一起 对我来说 最重要是和你一起生活 不要擅自决定我的幸福 又说组织家庭方法不止一种 即使他无法生小孩 也可透过收养或精子捐赠方式 拥有孩子 最终 两人交往一年后顺利结婚 并选择以体外受精方式生育小孩 即透过接受捐赠精子 在体外与卵子结合 再放到体内孕育小孩 而目标捐精者 就是圣田大介73岁父亲 及妙子的老爷 妙子认为 相对陌生捐精者 由亲戚捐精感觉更适合舒服 夫妇亦以取得共识 圣田大介父亲 在儿子及媳妇要求下 搭允成为捐精者 父亲指出 当年儿子诊断出白血病 并哭喊得全身疼痛时 自己无能为力 无法帮儿子分担痛苦 如今若能让儿子感到幸福 我愿意做任何事 而妙子的父母 也尊重两人的选择 现实圣田大介与妙子 拥有两个儿子 分别九岁及六岁 一家四口生活相当幸福 不过两人也有苦恼 就是如何告诉孩子们 由爷爷捐精生育事实 担心孩子们得些后反应 是否会接受我 不过三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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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三个儿子